上海兩百多名嬰幼兒被帶離父母隔離 處境堪憂 民眾衝襲上街抗議 要吃便宜的菜 張文宏疑似被取代 李強頂不住? 上海全面封城 涉及內鬥 《人民日報》批判大翻譯運動 中共害怕真相曝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志君 今天是香港時間 2022年4月1日週五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上海染疫人數持續飆高 3月30日 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55宗 無症狀感染者5298宗 當局的鐵碗防疫手段導致民生艱困 人道悲劇頻傳 有被隔離的網民在微信聊天群裡披露 他所在的隔離點原來規定只是接收小朋友 所以很多小朋友被迫和父母分開 聊天字圖顯示 隔離點裡只有10個護士 但有200個小朋友 最小的只有58人 很多還未會翻身的嬰兒 臀部皮膚破損 一名網友說 自己的小朋友大便後都沒有地方洗 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2歲男子跟著他 看著男子無助的樣子 他好幾次都想哭 他哀嘆 經歷了這一輩子 最最無助和難忘的經歷 此外 上海重泉村77歲患神衰竭的老人 因為核酸檢測陽性 醫院不接收 他得不到救治而最終離世 徐匯區華欣嘉園小區一名孤寡老人 因為小區避風沒東西吃 鑑生在家裡餓死 消息得到多名網友的確認 浦東聯陽的當代清水園 有人因為承受不到隔離 從樓頂跳下來 當場失望 另外有短片顯示 浦東新區的一個小區 居民不滿官方安排的食物價錢 高於市價好幾倍 嘗試自己團購平價食物 但公安禁止外賣員進入小區 3月29日夜晚 百多名居民聚集抗議 高聲叫喊 我要吃平價菜 短片顯示 有人被警方帶走 3月30日夜晚 該小區的居民不理警告 衝出小區的閘門 走到街上示威 目前未知是否有人被捕 上海官方3月30日深夜宣布 全域靜態管理 實際就是全面封城 上海防疫政策 從以往的精準防控 到鴛鴦獲釋的分區管控 再到全面封城迅速轉變的同時 外界發現 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 也連續多日缺席疫情新聞發布會 而此被取代 張文宏最近的一次露面 在3月25日的疫情新聞發布會上 投降是上海市新冠肺炎 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3月28日 上海市衛健委主任烏京磊 以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 醫療救治組組長的投降 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上海疫情 視頻人橫河 在3月29日的橫河觀點節目中表示 烏京磊的新投降 3月28日是首次出現 與張文宏的投降相比較 少了專家幾個字 但顯然是同一個位置 說明張文宏的位置被烏京磊取代 自28日起以黃浦江為界 分區分批封控 進行核酸篩查 視頻人岳山在大紀元發文分析說 這表明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終於都頂不住了 而這次上海疫情再惡化下去 可能會衝擊 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人士報告 63歲的李強曾經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候的大冠家 被稱為之江新軍核心人物 近年不時傳春 他將會在中共二十大晉升政治局常委 甚至接任總理的消息 岳山表示 作為習近平的親信 李強的一舉一動都被黨內政敵瞄準 一旦李強出錯 不單止他本人的仕途受阻 甚至習近平的連任也會受到反習派的追擊 視頻人唐靖遠也都認為 上海封城既是上海的疫情危機 亦是習近平的危機 習近平現在的頭等大使 就是今年秋天順利連任 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前 他不能有任何可以被指責的錯誤 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清零模式 更不能允許 被認為輸給共存無聲 網路這兩天傳出消息 說中共官方設立方艙醫院 但不配套醫護設施 任由百姓自生自免 結果在吉林市某地的方艙醫院中 出現病患順調自盡的慘劍 另外有網民披露 長春方艙醫院沒有發放藥物 醫生給出的建議是 多點喝水 有吉林知情人士3月28日向大紀元爆料 該市昌一區華皮鎮廠一中方艙醫院 一名張姓女子 因為一直沒有得到醫治 出現呼吸困難 再加上很多天睡不著覺 當天下午5時 在方艙醫院四樓的樓梯扶手上吊 吉林的許先生向大紀元提供了一段短片 顯示一名女子用綠色的皮蓋著 周圍站著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 死者的丈夫站在妻子的遺體旁邊拍攝 並激動地說 打120打了幾次 120也沒有及時到 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後日 放瘡醫院也沒有臨時的醫生 氣也休息不了 已經堅持了兩三天 也沒有得到良好的醫治 他忍受不了痛苦 所以尋短見 希望政府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許先生表示 各地的方艙都差不多 沒什麼治療 現在集中隔離收治的病人很多 只要是排查 無論是陽性 還是有症狀無症狀都被帶走 3月31日 微博上有人求救說 可不可以給長春的方艙分些藥物過來 1,000多陽性在長春的方艙醫院沒有藥性 今天凌晨 從密接隔離賓館轉移到方艙醫院 截至到中午12點 沒有人幫助我們解決發燒 咳嗽噁心等等新冠症狀 求助醫生之後 醫生給出解答 建議多點喝熱水 這位求救人還說 方艙醫院就是一個大廠房 裡面的氣溫和外面一樣 睡覺都會被凍醒 廠房裡面幾千人的吵集 是大多數人沒辦法想像的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 日前發文批判大翻譯運動 但是評論區就成了大型翻車現場 中國網民一面倒地嘲諷這篇文章 力挺大翻譯運動 文章以小偷小摸的大翻譯運動抹黑不了中國為題 說大翻譯運動 在抹黑中國的輿論戰上 黏俄烏戰爭的熱度 又玩出了新花樣等等 文章下面 網民紛紛留言說 看了翻譯真是沒有抹黑 就是實事求是的原話翻譯 為了避免說造假 中文截圖也有在 不是偷偷摸摸 是光明正大 你敢篩選評論區 還不敢被人家原封不動地翻譯出去? 官媒這麼起急敗壞 看來真是著急了 網友披露 目前該文章的評論 已經設置為博主精選評論 大翻譯運動推特帳號發文介紹說 運動是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 今年3月份以來 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 翻譯為 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 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 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 包括中共官媒的報導 這個運動顯然引發中共緊張 近來多家官媒接連發文對它進行批判 並且一如既往地 扯上所謂反華勢力 大翻譯運動也在推特發文 指控中共官媒 片面翻譯外國的負面新聞和俄羅斯假新聞 向中國讀者灌輸侵略戰爭的軍國思想 甚至扼殺和平主義者等有良知的人在場內的聲音 大翻譯運動還引述俄羅斯作家索贈尼辛的話 形容宣傳機構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自己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文章還說 當年我們以為學外語是為了認識外國 現在才明白 識外語才能看破中國 雖然身在海外 但是我們依然抱著 對顧國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深深祝福 畢竟那裡曾經是我們當年起飛的地方 如果不愛我們為什麼要再苦 英國《泰吾士報》、《每日郵報》等媒體3月31日報導 在親烏克蘭的Telegram社群裡 近日流傳一段影片 至少10名相當年輕的俄羅斯士兵抱怨 自己被政府拋棄 配發的是75年前的老捕槍導致很多同袍戰死 據報導 這群年輕的俄羅斯士兵坐在一輛軍旅車上 介紹自己只有18至20歲左右 有人本來是大學生或一般勞工 沒有接受過什麼專業的軍事訓練 就被莫名其妙地派來前線 最近他們參與的一場戰役就是在烏克蘭城市蘇梅 這群年輕的士兵抱怨 將他們派來前線就算了 居然還配合上世紀40年代 二戰的時候蘇聯用的老捕槍 交戰的時候曾經出不了子彈 但他們又被迫面對敵方的炮擊隊 結果很多人陣亡 他們還說 俄羅斯國防部沒有經過任何官方文件流程 就將他們派到前線 然後根本就是叫他們自生自滅 他們相信俄羅斯國防部根本不知道 他們在前線做了什麼 遇到什麼狀況 他們憤怒地抱怨話 簡直就是叫我們去送死 據悉 俄羅斯政府今次徵召很多年輕士兵 至少有四分之一 年紀為18至27歲 他們大多數來自貧窮的家庭 此前也傳出消息說 俄軍設立處決隊 如果捉到逃兵 隔實物論 這一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贊、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